我觉得脾气啊 秉性啊 这个可能真的一时要改掉也挺难的 会在长久的感情交融当中 磨合当中 慢慢地会做一些调整 但是你想彻底改掉挺难 我反而觉得你们俩中间比较重要的是 女生的这个经济观 我们都知道 欲望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东西 今天可能我们花的是自己信用卡上透支的钱 未来如果有一个特别大的机会 或者诱惑在我们面前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很坚定地把握住自己 他可能会有一些脾气秉性上的东西 但是这个是没有致命伤害的 你们可以磨合的 而一个人超出自己能力的欲望 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 把你吞噬 这个其实是你最致命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不仅仅是在你们的爱情里 会产生间隙 更会伤害到你自己 合理地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欲望 平静 平安 平稳地 往前走 这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 谢谢 来来来 薄红兄 男生有两个词 你认为哪一个词更应该给女生 一个叫小气 一个叫大气 哪个词给他 大气吧 对 小气应该给你 无论是男人女人 对过去的事情 我们要学会翻篇 别人轻松 你也轻松 男人有句话 错就是我的错 虽然我没错 为什么说我的错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珍惜你 这样一些问题就化解了 我倒还真不认为 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已经到水虎不笼 通过这样的爱情长跑 跑不到一条道上 并不是 关键问题 胸怀 要大力 好 谢谢薄红兄 余老师 刚才兄姐也说了 脾气不好改 但是从心理学教来讲的话 我还得真告诉你 一两个改脾气的好方法 我们先说脾气 为什么发脾气 因为第一 你的标准设置得比较高 别人做的很多事情 不符合你的标准 于是你就发起了攻击行为 就是惩罚式的行为 但是别忘了 这种发脾气 惩罚的不仅仅是别人 同时还有自己 随着你们时间交往的 越来越长 你的耐心就会越来越少 你现在还咬着牙 应该这么讲 还是一种责任感的 对他好 但是你现在都是一种 被动对他好 不是发自内心的了 因为你的耐心 越来越少了 所以在这点来讲的话 你不管跟谁谈恋爱 兄弟 这个都要改一改 还有 那我们说的这个女生 女生呢 是一个热爱 帮助别人的一个人 那在心理学角度来讲 我们可能称为 叫一个利他心理 当然你不是特明显 就是利他心理的人呢 就是在他的顺序里面 自己和别人 他把别人放在首位 自己放在后面 是不是这样子 对 那但是有一点 一旦你的男朋友 变成了你 自己的人的时候 你就视他为自己 所以非常热情的 利他主义者 往往容易苛责自己 和自己身边的人 所以那你要反思一下 就是在你这种顺序里面 也要适当做一些调整 你不能以损害自己 和自己身边人的利益 来去帮别人 这个也是不对的 所以这是我给 女生的一个提醒 那这样下来的话 两个人都有苛责 而且这种发展的趋势 愈演愈烈 那如果按这个正常发展的话 两个人的性格 是不适合在一起的 除非你们两个决心 都愿意发自内心的 我要变 而不是去苛责对方变 给对方一点时间 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 否则你觉得你改变不了了 那趁早离开 这是我的建议 好 谢谢余老师 地总 这两个老人太危言耸听了 你们两个这对 是我在爱宝里边 近期最喜欢的一对 男孩呢 特别打动我的就是 你看女朋友喜欢花钱吧 他会教育他 管理他 改变他 然后呢 自己给爸爸借两万块钱 迫不得已 心里呢 还特别不好意思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很少有这种 自强自立自知的 这种感觉 那爸爸不是没钱 对吧 房子车子都准备了 有钱两万 他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我觉得特别好 女孩子也是啊 见了别人摔头破血流 冲过去就要救 甚至是见义勇为被冤枉 也没有改毁自己的性格初衷 我觉得更难得的是什么 我们经常说 看到 知道 和做到 这三个都很难 首先看到 自己的缺点 第二呢 认识到 是自己的错 你第三个才能改变 才能做到 而女孩呢 特别不容易 爱玩 旅游 爱漂亮 买化妆品 但她为了你 被教育以后 她竟然说 我知道啊 我能改啊 你看我不是做到了吗 真的很少 那现在就差你了 对吧 你也看到你的脾气不好 你还不知道 你不承认 对吧 老觉得 我去打别人 不是振振有词吗 对吧 因为他们冤枉你了 如果真这样 我也信你了 那你跟服务员 跟保安呢 那就不对了 是不是 你知道完了 如果你再做到 我觉得 你们两个在一起 又有房又车 特别完美 祝福你们 厉总啊 小伙子这会儿热了 我也觉得 我也喜欢他们这一对 就上来他们讲 第一件事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 我觉得他有那个思考 他思考过这件事 咱打个120不就行了吗 110不就行了吗 咱叫人 她是女性那个冲动 不理智的冲动 当然都是挺善良的 没一个人说 旧手不管 但是往后越听 我越觉得 听了几位老师的 综合分析之后 再看看对方 再观察观察 我觉得现在有点急了 所以下面 我希望那一分钟 你们能把自己心里 最真实的东西 这个阶段 对对方最真实的 别说好 我觉得要结婚的人 要说的是不满 他哪儿不好 哪儿是我挺难接受的 或者我接受起来 挺费劲的 你们要能用一分钟 把对方的身上的 这点东西 真诚地说出来 我觉得你们的情感 会进一大步 接下来我们一起 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就是希望你以后脾气 能好一点 你说的我这些问题 我也会去改 我是希望以后跟你过一辈子的人 我是真的很想和你好好过日子 我希望你就是我说的话 你能多听一些 刚才老师说的 我脾气问题 还有你也说了 然后以后我会尽力去改 然后以后咱们沟通的时候 咱也是直来直往 在生气之前 把咱们所有情绪先沟通出来 以后更好地解决问题 最后他能把日子过好 以后咱俩生活 就是节俭一些吧 这个尽量 不要大招大脚了 毕竟这个钱 是我挺大的 好好过日子吧 谢谢两位的坦率 谢谢你们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啊 请回请回请回 来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好 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我们见证属于这的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接下来